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今天的政策 家人面临生死抉择的冷酷现实 让民众感到沉重 有着长寿之国美誉的日本 在走向老龄化社会的今天 面临的是难解的生存课题 资料显示 1997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犯罪率是5% 在20年后上升到20%以上 造成老年人犯罪增加的原因是贫困 不但是贫困衍生出来的犯罪率增加 更让人心酸的是孤独 一些独居老人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离开人世 光是东京都23区 每天就有8至9名老人孤独死去 无人知晓 清洁队员正在清扫一名85岁离世老人的家 屋内堆满杂物 他在死去后的一个月才被发现 一些保险公司针对了房东推出专门处理房屋清扫 遗物整理 火葬等问题的孤独死保险 日本总务省公布最新人口统计 日本人口连续8年减少 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数 占总人口数的59.7% 再创新低 日本后生劳动神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底 日本有92.1万名新生儿出生 比2017年减少了2.5万 这是自1899年以来的最低数字 有专家表示 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 估计再过200年 地球上就不会有日本这个国家存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少子老龄化 定位为日本国难 而现在国难当前 问题越来越严重 2018年日本有400家企业 因劳动力不足而倒闭 员工短缺 退休再就业的例子不少 三本薰子退休前是超市的销售员 目前她在看护中心 照顾比她还要年长的老人 老龄化的问题严重 造成财政负荷不堪 日本政府难以支撑60岁 领取老人年金的制度 目前一般老人都要等到65岁 才能领到养老金 政府更有意在未来两年 将60至64岁的就业率 从60%提高到67% 号召企业返聘 已经退休 但尚未领到养老金的员工 有些工厂早在10年前 就考虑到高龄员工 因此改善了工作环境 尽量减少她们弯腰取入的机会 而在公司的行政部门 70岁的员工也不算特殊 像是早川女士担任会计 已经48年 由于招不到人 目前有80%以上的日本企业 都反聘退休员工 官方数据显示 65岁还在工作者超过了800万 安倍政府正考虑 将退休年龄从65岁 延至70岁 日本的7-11从今年3月中旬 有时加值营业 尝试缩短营业时间 凌晨一点 消费者白跑一趟 感到错愕 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不再便利 原因也在于少子化 找不到年轻肯做的员工 日本政府预测 2040年 社会福利支出 可能增加60% 老龄化的问题 不止冲击日本 台湾2020年 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 而邻近的韩国 乃至全球揭燃 不但是长照制度的建立 夺眼神的社会现象 是政府需要全盘考虑的课题